爱奇艺泡泡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王源 我演的角色是慕晨 就是大主宰 其实慕晨天生身体里 是有一股神奇的神脉的 但是他被封印了 所以从小的时候 就是一个非常弱的孩子 那当后来他发现了自己 有需要保护的人 然后有必须要做的使命之后 他就开始飞速成长 然后成为最后的大主宰 这是这样的故事 我觉得首先慕晨是一个 非常坚毅的人吧 我觉得他很清楚自己要什么 然后为了自己的目标 会不懈的奋斗 然后是一个非常 怎么说呢 对感情非常重视的人 他会保护他身边最重要的人 不管是洛黎还是他的父亲 还是身边的其他同学朋友这样 到前期就是比较调皮的 第一场戏就是我逃学 被我爹给抓回来了 就是这样 那到后期因为他要保护 整个世界的命运 他就是必须要很沉稳 必须要很稳重 这样 其实就是演这个戏的时候 从前期往后期演 其实我觉得很自然的就到了 因为每一场戏的时候 你经历了一些不同的事情 不管是朋友的离去 还是家园的毁灭 或者是打败了一个boss 就是都会让他成长 那其实演起来还是比较顺的 是一个非常有距离的老师 因为那时候不熟跟娜娜 然后也不知道该聊什么 就是挺尴尬的 那到后来熟了之后 发现娜娜是个非常好的人 私底下就是一个非常 性格的话非常温柔 然后非常体贴人 非常活泼的一个女生 那在演戏的时候 就是非常敬业 非常 非常敬业 非常专业的演员吧 他脚扭了 然后都继续拍 就非常敬业 对 我去新西兰之前 计划的可好 去跳伞 去蹦极 结果去了的时候 就超级忙 没有时间 好几方想去今年 想去AO 想去海岛 想去 想出海 做游舰出海 想要爬山 然后想要跳伞 想要滑雪 好多想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等拍完这部戏吧 有空了我就会去的 就是可能会突然有责任吧 就是虽然并没有什么大改变 但是18岁了 就觉得从一个少年 变成了一个成年人 那会希望自己成长 一个史上的大人 有责任 有担当 中国的好青年 演员啊 我觉得 就是做好自己的事吧 因为现在年纪还小 不是那些老戏骨 演了几十年的戏 你就该敬业 因为这是你的工作 对就是 就该敬业 应该的 没有 就是没有那些 耍大牌那些东西 这部剧就是 我凭心而论 就是不管是拍摄 还是演员的演 都非常非常优秀 我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然后希望大家抽空来看吧 有演唱会有的 新单曲七月份就很会有 然后这个单曲强势安利 非常强 非常好听 大家 一定要听一下 这个歌曲 这个歌曲是偏长方面的吗 偏 慵懒一点的 但是 就是 就是音乐类型的话 我还是先保密吧 反正就是 非常非常非常强 那你觉得就是 如果是说音乐的话 就是和演戏来说 哪个对你来说 更喜欢一个 音乐吧 用沐晨的语气 跟粉丝说一句话 说一句话 我保护你 最喜欢自己 在大周仔上的哪一种造型 造型我喜欢 我穿披风的 因为我觉得很帅 走路带风 那拍摄大周仔 那天最多的 就前几天拍了一个 特效镜头 那一条镜头 0.1 然后拍了一下午 到晚上 到12点 飞机上 就是突发奇想 冷 剧本 小风扇 然后手机 可爱 开车 看看我的腹肌 刚解架 会带火 然后水 还有刀 你最想过谁的生活 马云 马云 最后是 一句话 形容你 理想中的生活 理想中的生活 就是 游戏拍就去拍 然后平时唱唱歌 那 就是会有很多假期 可以出去旅游 然后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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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